美国在这次阿富汗撤离行动中 共协助超过12万人撤离阿富汗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空中撤离行动 拜登表示 对于想要离开阿富汗的美国人 目前已有90%安全撤离 而剩下的美国公民 美国政府仍会帮助他们离开阿富汗 在当天的讲话中 拜登再次为自己的阿富汗撤军决定进行辩护 重申美国当初出兵阿富汗的目的 是保护美国的利益 而不是去重建一个阿富汗国家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